一夜暴富的想法不可取 不过如何投资才能发家致富呢 美国当地时间2号上午 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东大会 在巴菲特的家乡奥马哈举行 共有2000多名中国投资者 现场聆听了股神巴菲特的投资心得 在最重要的股东问答部分 巴菲特和他的搭档芒格高度赞扬了中国经济 称其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 巴菲特指出 在发掘经济潜力的道路上 美国人整整走了200多年 而中国仅用了四五十年就完成了 而芒格则称 中国的反腐是一个极为明智的举措 在谈到中国股市的时候 巴菲特说 与美国的市场相比 中国的投资环境相对年轻 这导致市场更多的受到投机的影响 而这可能会给价值投资创造机会